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在国际公开场合抹黑 诋毁中国 等等等等 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10月7号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举办的一场视频研讨会上表示 希望中美两国要为出现的威胁画红线 基辛格是资深的外交官呢 习惯于把话说得非常委婉 如果用更直白的话来讲 就是他希望中美要设定冲突边界 并且要想办法把冲突切实控制在界限以内 否则的话 就会像一战之前的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样 那会诱发世界大战呢 我不由得想起了四年前 基辛格到北京参加中美对话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啊 与中国的国务院原国务委员戴炳国 究如何避免休息底的陷阱的问题展开对话 那当时基辛格就明确地表示啊 他认为中美之间不存在所谓新崛起的大国 像县层大国挑战的问题 战争不过避免的问题 这个休息底的陷阱是不存在的 他也不认同把当今中美关系比作一战之前的英德关系 应该说当时啊 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和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 才四年的时间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局势的前景判断 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中美关系在一百年未有的罕见的速度 在急速的崩塌 甚至已超出了基辛格的认知经验和专业判断 让人感慨的是啊 有基辛格博士一手启动 在尼克松时代形成的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 在当今的特朗普时代 已经被正式的先告为失败 被彻底的抛弃 在特朗普政府的眼中 中国已经成了美国最具威胁的战略竞争对手 而且排名呢 还在俄罗斯前面 那么对于越来越激烈的中美冲突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10月9日也刊文提到 美国和中国需要制定出侵袭的规则和界限 划出不能跨越的红线 不然的话 全球政治可能会出现极为危险的局面 那么俄罗斯的国际问题专家也提到 也认为现在中美之间很多方面的口舌之战 是在不断的升级 从贸易战开始 现在对抗转向技术 金融 意识 形态领域 特别恐怕的是 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对抗程度 也在不断的升级 不断的加剧 当然了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中美之间确实需要画红线 确实需要画界限 到底到什么程度 不能无休止的不断的升级 这种不断的双方 这种不断的对抗 不断的升级 将来会导致一系列的误判 会产生难以预测的后果 但是在这我想说的是 画红线是双方的事情 不是哪一方面 单方面的愿望 就能实现画红线的 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咄咄逼人 始终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敌人来对待 不讲底线 没有底线 疯狂地对中国进行打压 进行攻击 对一个主权国家 一个当今世界上 有强大影响力的主权国家 用这种下三弹的手段 进行污蔑 进行诋毁 毫无掩饰地表示这种敌意 这是在国际政治上 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那中国面对这样一个地上 怎么办 中国就是再有愿望 要画红线 再三再次地表示 没有要跟你对抗的意思 没有要期待你成为世界霸主的意思 不行 很显然呢 中国现在是保持全范围的克制 尽力地保持克制 并没有完全对等地回应 美国的好战叫嚣 我们再等 等11月份 美国总统 大显的结果 因为在这个最大的变速 还没有确定之前 谁都无法预测 中美关系 将来的走向是什么 将来的前景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希望 除了特朗普之外的 另外一个什么人上台 那这样的话 也许那个时候美国的政策 将会变得不那么冲动 不那么好战 有可能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从历史上能看到 美国过去所进行的血性的军事行动 恰好是在 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执政期间 当然呢 拜登能不能显示上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特朗普 彭斯 蓬佩奥之流 继续在美国执政 那将来中美关系会走向何处 将来中美之间会是什么样一个情景 我看 我们只有祈祷上帝吧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